大家好,今天是禮拜二 台北股市这个地方今天又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涨势 而且呈现一个价涨量争的情况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提过元月份的红包行情 或者千点行情 各股轮流表现确实它是一步一步的缓步电高的指数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是上涨97点 而且成交量比昨天来的更明显的放大 那也放大到978亿 虽然没有高达千亿以上 那是至少它有微幅的增加 所以这个地方价涨量为增算是一件好事 不过要往上持续挑战这个区间相形的高点位置 当然成交量一定要很明显的去做一个放大动作 才会有利于说指数在往上攻高 不过这个地方多头它确确实实是很明显的 站在一个攻击发起的位置 而且会持续往上走 怎么说呢 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如何关盘嘛 你看这个月线跟季线位置 我们看到月线的扣底值 接下来它是要扣比较低的位置嘛 那我们现在月线 我们现在指数位置是在这个9806位置嘛 9806很明显比前面扣底的位置来的高嘛 差离值是正的 那我们看到前面季线 季线扣底的位置 它接下来是要扣相对低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到月线季线都要扣低的 那现在差离值都会变正的 那当然月季线它很快就会出现黄金交叉往上走 那黄金交往上 那指数在上面嘛 它就会推升的 更进一步推升指数往上走 那重点是说成交量 你后续一定要持续放大 那才更有利于它往上走 所以我们之前讲的千点行情从这个波段的低点9319起算 拉上来到今天9806已经来到了487点 已经涨了接近500点了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行情 而且是元月份 其实已经无庸置疑 所以不需要再怀疑了 来我们昨天还特别提醒大家 当大家就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有些利空因素嘛 比如说美国的差异财报州 有些不确定性 大家会烦恼很多金融股投资银行 那会不会受到去年12月跟10月份的这个下跌 导致于说它的投资呈现一个亏损 或者是英国脱欧协议的表决 其实这些都不需要太过于担忧 因为你看到我们昨天有提到说 有一个族群 它领先大盘往上做冲 冲高 因为高档整理的股票 这个族群里面高档整理股票 它创新高 那低档整理结束的 它也第一天转强突破嘛 比大盘来的强 所以我有预感要轮到这个族群 这族群是什么 就是PCB相关族群嘛 你看像这样股票太顶 昨天它是不是率先 就整理结束之后 它率先突破创新高 左边是创新高 今天是再创新高 所以这个族群代表说 第一个它是高档整理 它不是低档它是高档 可是我们看到同样是这个族群 我们昨天讲的这次股票 它是做PCB的电板 因为PCB 它的印刷电路板长这样的 绿色的一块板子嘛 那上面有些时候会需要装孔 装一些孔 那装这孔的时候 它需要上板跟下板 把它压住 再做钻孔的动作 那资产公司就专门做电板的 那这个电板的公司呢 它去年1到12月份 营收创 累计营收创历史新高 那日周月KD同步在低档黄金交叉 所以我们昨天进场嘛 今天再创新高 而且你看哦 资股票它是厉害的地方 在于说它要起涨之前 还往下刹破底 先洗盘 让大家以为说资股票完蛋了 而且停损在低档之后 再往上做拉高 通常这种股票 它的筹码会特别干净 因为它先破底再往上拉嘛 所以这个跟大盘 你们想大盘是先破前低嘛 破底之后再往上拉 所以这支股票今天就再创整个波段的新高 那我们今天要还特别跟大家分享什么 分享细致财嘛 IP厂 那什么叫细致财 细致财就是专门出卖脑力的 因为它把这个机体电路设计 之前已经验证过模组化的这个产品 已经验证过的这个设计图 那拿出来卖嘛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公司它没有金元厂 那它也不做那个晶片 那最主要就是卖这个电路设计的架构嘛 所以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说 这个产业我们的早报里面 有特别提到说是早报 这个资料公司它会有高进入门槛嘛 有三高嘛 那高毛利高本益比嘛 所以像这样的公司 它的毛利率会接近百分之百 所以相当的惊人 所以你看我们特别在早报里面提醒说 有三家公司是纯的细致财产 专门在出卖它脑力的 那我们看到像这个M31新贵的嘛 不然像力旺今天表现也不错 金星科昨天已经攻上涨停板 今天呢再创一个新高 而且今天也是攻到涨停板 也是底部起涨 算是第二个人 这个是我们在早报里面 特别针对这个族群 分享给各位投资朋友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台达店 台达店这种股票我们没有买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台达店呢 台达店这种股票 我最主要是要拿它的线型 来跟各位家族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 你看台达店这支股票几乎是外资的股票嘛 但是你看它前面在这个地方上冲下洗 洗得非常厉害 有没有 你一度以为它转强 这个地方刚转强突破之后呢 它就给你休息 然后再往上突破新高之后呢 它又再往下跌回来 而且跌是跌多凶 还跌破前波的这个支撑 大家以为说完蛋没救了 结果它又涨上来 那这次总要突破了 没有 它又跌回来 来来回回洗 好到这里准备要突破了 因为前面两次一次两次没突破 第三次总该要突破吧 也没有再跌回来 可是它经过了几次来回上下震荡整理之后 你们发现它的这个三角形越来越收敛 收敛到这末端的时候呢 最终有一次它突然突破这个区间的上缘之后 这个三角形的上缘之后呢 它就开启了它一个大波段的涨势 那但是股票它比较牛嘛 它不容易涨停涨停涨停嘛 好 那我举个例子是 这支股票 有没有 它一样呈现一个 上冲下行 上冲下行 你看到波段高点一次打回来 两次 到波段高点一次一次一次 有没有 它已经几次了 来来回回几次 重点就是这个股票 它就很像台湾电的现行 它就在等待时间嘛 它的波段整理如果结束之后呢 有没有 这都要上缘只要一突破 那只要能够站上去 当然它就会开启一个波段行情 而且波段行情是非常非常惊人 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认为说它快了 只是说它真的 它也让人家觉得 需要等待啊 为什么 因为它的季线 它季线现在扣底在柜子 目前价格相对于季线扣底值 是来的低嘛 所以差一只是负的 但你必须大家要等到几天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大概五个假日子之内 它可以扣底到这个低值 所以它的季线就开始往上翻扬推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大概下礼拜就有机会 因为季线的翻扬 那持续的把它做推高 它就有机会产生一个波段的行情 好 所以我想归头什么 在这地方稍稍的等待一下 要多点耐心 那至于说大盘周线的位置 你看周线 现在日周同多 为什么 你看到日线很明显已经往上走了 那周线为什么也同多 为什么一月份会有行情 最主要你看周线 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会知道说 9319 它跌破这个9400点 会开始出现一个破底穿透 来看一下 前面这个KD指标 周KD有没有 当这个大牌 这根周线跌破前低 9400点的时候 你看它的K值 它是没有跌破前面的低点 那你在这时候就出现一个 周线架构的一个底部背离 所以当我们出现底部背离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中坡段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它本来前面是支撑 那支撑跌破的时候 它往下一个区间来回震荡打底 那这个地方已经确定了 它就是这个地方是有撑的 所以它会往前坡的这个高点 就这个区间高点来做挑战 那现阶段日周同多 那会抵抗这个月线往下的一个威力 它就形成一个区间震荡整理格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目前日周已经同多了 我们看1月份 1月份根据我们最近10年来的统计 其实涨跌互见大概6比4 涨是60%然后跌是40% 可是我们看第一季 如果把时间拉长 第一季的行情 第一季行情上涨几率大概70% 下跌大概30% 所以如果我们从纯粹过去10年统计的角度来看 当然第一季上涨的机会是偏大的 是偏大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投资朋友 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那反而要用心的看法 去找有哪些股票在这个地方 它特别的强势 为什么 因为资金是有限的 因为大盘的量 它并没有来到1100 1200 1300 它是来到800 900这么画画去 有时候甚至来到700多亿 所以当资金是比较少的时候 那成交量萎缩的时候 全市场就会关注那些特别强的股票 就往那些地方跑 所以资金会集中化 那有些股票它在年前是敢用力涨的 代表什么 它不怕投资人卖 既然它不怕投资人卖 因为在过年前很多人都会说 还有资金的需求 或者电视新闻媒体就在报道说 丙总资金开始在收资金了 因为过年期间利息照算 所以年前特别强势的股票 一定要特别留意 它很有可能会变成年后的主流类股 因为它不怕报股过年 它也不怕散户卖 所以像这样子股票 我想在下面几个族群 都特别值得大家留意 尤其像PCB 像七日财 像5G 像生计里面都有一些标的 还有这个跌升随时有机会出现反弹的被动元件 这个地方也值得大家特别留意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这个参考 那我们的股民当家LINE群组账号是 小小鼠HCD5326圈 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群组 有最新的讯息 我们会随时放在我们群组里面 好的 那我们就明天见啰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